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成功后的万丈光芒 一个是失败后的重判清理 你会选择哪个 我相信你百分之百选择前者 但是现在又有多少人 濒临后者 上个视频我讲了 圈子的重要性 想成功得往富人圈子进 那如何融入教你一招 你在没有钱的时候 一定要假装很有钱的样子 否则谁会愿意跟你在一起 人看事先外后内 他们更相信眼睛看到的事实 只要你不说自己穷 谁知道你的家里 有个不恰当的比喻 钱就像内裤 你穿没穿内裤 你有没有钱 你不要逢人就假 逢人就问嘛 所以新装有钱 更容易得到钱 当别人都认为你有钱了 可用的资源自然都会靠近 你不就有钱了吗 很多人在没有成事之前 都是装出来的 出去谈个事 车是租的 表都是假的 现在你想成事 你不包装自己能行吗 你别说这样活的虚伪 假设有一天 你要五十万救你自己的命 你找朋友借 富人的圈子有些人 一天的收入就可以帮你 而穷人的圈子有些人 一辈子的积蓄 也无能为力 你说你要去哪个圈子 当然话又说回来 你想真正融入富人圈子 除了装 你自己也得有两把刷子吧 要么口袋好 要么会来事 这是最直观的 不然你连亲兄弟也带不了你 我是堂主 富财创业 每晚八点 直播间等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料理 未经许 不过 我许新冬 五十万 十万